10月15日,经过铁路建设者近4年的艰苦奋战,中缅国际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临仓铁路,首座10公里以上隧道,新华隧道顺利贯通,标志着该铁路全线重南点控制型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。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工作的顺利完成,大陵铁路新华隧道正式贯通,该隧道全长12.3公里,穿越横断山脉无量山与埃劳山结合部,地形险峻,河谷深切,地质构造复杂,属于国家一级高风险隧道。 新华隧道斜上方是出水量151立方米的大型水库,我们的施工作业面基本上的水库水位以下100来米左右,就相当于顶着150立方米的水的巨大压力来进行施工这座隧道,水系很发育,水的压力非常大,经常在隧道里面遇到打水片砖的时候,或者打钻的时候,水压力能直接把我们的钻机,的钻头给顶出来。 针对不断出现的困难,建设者采用红外碳水,顺便电磁等方法超前预碳地质,设置长达20多公里的三级泵站抽水,确保隧道安全绝境。 隧道一半以上的区域属于高地温区域,最高温度可达40度以上,每天两台370千瓦的超大功率风机持续接力送风,10吨左右的冰块昼夜降温,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才能维持正常的施工作业。 此外,施工者还面临一个难题,最大埋生1100米的新华隧道处于高地震列渡区。 施工过程当中,根据当地地震部门监测,有感地震多达8次以上,每一次地震过后,我们都要对测量的控制点位重新进行复测和评估。 隧道贯通之后,经过测量,数项误查7毫米,横项误查12毫米,领先于同类隧道贯通进度。 据了解,新华隧道是中国高地震列渡区和横断山脉纵谷区,正在建设贯通的首座铁路万米长岁,其累积的丰富施工经验,将为后续穿葬、滇葬铁路建设提供技术参照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